这里介绍Frencho万用型控制器及操作软体FAS 设备具有双网孔以及USB Port 另外一面则有两个RS485与一个23的 控制器里搭配网页版的FAS软体帮您做到任意传接 现在我们开始介绍如何使用FAS软体 首先选择要使用到的通讯协议 我们已经有支援很多线程的协议 像是Mobus、NQTT、OPC UA等等 另外也支援编辑私有协议像是Pansonic的投影机 这里可以看到对应的内容 使用者只要自行填入需要使用的Command即可 编辑完Driver就可以开始建立物件 这里是已经支援的清单 像是IPCAMP、Laura、温湿度计等等 物件不限于是设备 也可以是LINE推博之类的云端服务 接着将现场照片或平面图上传 使其成为图控的底图 连选想要的物件到控制平台 并拖拉至对应的位置 后续可以进入物件页面 建立操控按钮或读取数据 也支援联动机制 像是建立Effect Action 可以看到已经建立的逻辑 像是符合某个条件就关灯 设定的界面很简单 先选定物件及设定触发的条件 也可加入更多的条件 接着选择被联动的物件及对应的动作 当然也是可以联动多项物件 除了Effect Action 也有支援排程及主题控制 另外FAS也有支援即时趋势图以及报表 打开图控可以看到所有感测器目前的数据 也可以直接控制设备 像是打开灯源 或是关灯 都可以非常直观的控制 以上就是FAS软体的操作介绍 FAS软体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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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S软体黄